欢迎来到2019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这是全球最盛大的消费电子产业的年度展会 那么今年将会有4500个商家来到这里 推广他们最新的产品 也推广他们最尖端的科技理念 那么今年的看点就包括人工智能 智能家居 无人驾驶汽车 5G网络 可穿戴的智能设备 以及可折叠的手机 那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产品呢 与此同时在整个的展区 中国的企业占据了13%到14%的面积 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企业是否会调整他们今年的参展策略 这个星期和我一起关注吧